- 大家好我是Kent 相信大家已經看完上集的對象心法了 那麼這次就要來分享我的石頭練習方式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點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關注之後的影片 在進入石頭前必須要先了解蹲下射擊的道理 很多人在看到敵人的時候會有壞習慣 就會是看到人之後蹲下跟射擊鍵同時按 但如果是我們在射擊的時候 會是用踩兩下之後再蹲下 兩到三槍的時候再蹲下 差異性就會在於 你要知道的是 蹲下是砲槍的補救方案 就是假設我今天在這個轉角遇到敵人的時候 砲槍了之後我趕快按蹲下來 看有沒有機會用修正彈道的方式再把他及時補掉 好處就會在於是假設我今天拉出來的時候 我兩發就把對方帶走了 其實我不用蹲下來 這個蹲是不用的 那我可以規避掉一個問題 就是對方 第二個二號位想要拉出來補槍的時候 會直接把我補掉 但如果我今天不蹲下來 拉出來的時候 擊殺馬上再換一個位置 或是擊殺完之後可以再離開這個位置 所以蹲下是大家 必須要去掌握好的一個習慣 那麼在進入石頭前 還有第二個大家必須要了解的 就會是重生的位置 石頭的重生位置它其實是固定的 像是酒窖 A大口 家裡的位置 以此類推 就是它的點都是重生固定刷新 所以 之後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裡一定會出現敵人 就會更好用育苗的方式拉出來 那麼在講完前面兩個原理之後 就要開始真正的主題 石頭要怎麼訓練提升自己 首先第一個育苗就會講到重生原理 在轉角的時候 用育苗的方式架住對方重生的位置 再用大聲位小聲位的探頭者優勢拉出來 精準定位 盡可能的是不要讓自己蹲下來 反而是拉出來就是要給對方一發 這個東西就會訓練到 當對方在非預設位的時候 假設他可能在這個位置 那你拉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精準定位給對方一發 因為這個一樣 之前我們的影片有提到過 探頭者優勢就是 你會有機會開到第一槍 所以你用甩的你還是有機會把對方帶走 那麼講完石頭的要點我們還可以做一些總結 一些一連貫的動作大概就會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重生在這裡 B-Link的位置這邊也會有重生的一個點 所以我通常來講就會是 開局先瞄這裡 之後轉進來看B-Man 那在清B-Man的時候 一樣我們都在保持在頭線上面 遇到的人就是集體 然後靠反應 你要再去想的是 對方有機會大聲位小聲位 瞄的時候你不能這樣太貼頂 你反而是要有點多出來的一個空間 讓你自己有機質的反應 那來到B-Man轉角的時候一樣 也是用預瞄的方式 去調查看對方 有沒有機會出現的點 來到B-Man口之後一樣 看Marki的頭線上面 這也是我們剛才前面有講的是 頭線還是很重要 所以 石頭就是要來專門練你這個頭線 到底是不是有辦法精準定位 遇到人如果在這裡 瞬間甩牆也是前面有講的 那看CT 兩個位置 樓梯 以及這個坎 因為大家有可能會是站這個上面 剛跳上來的人 所以 你在瞄的時候也要高一點 那遇到這邊是站平行的人 你也要想辦法靠甩牆去打這邊 好那如果B-Man這邊 順利清完之後 我可能會再回去 回去的時候一樣 就是保持在頭線上面 遇到人就停下來 因為這個地方有從聲點 這個地方有從聲點 所以 拉出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地形有一個階梯 所以拉出來 在階梯上面 然後頭線 保持好 一樣 這裡階梯保持好 頭線拉出來 做一個完整的清點 切記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都是 不要按蹲下的 來就是兩發 來就是兩發 那麼這邊有Z10在10後的片段 給大家參考 那麼這次的教學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想要看別的教學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Kent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